最新消息来关注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这个呢是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最新的动态图 资料图给你看一下这中台 这个康瑞他目前的位置 是在这俄罗安比东南方 大约是720公里的海面上 每小时14公里的速度 朝西北方向来移动 那康瑞台风呢在今天下午已经开眼了 台风眼开了 结构也非常的扎实 气象署刚刚5点半已经发布海警了 预估最快明天清晨5点半 或者是早上的8点半 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 目前看起来气象署的资料显示 这个暴风圈呢将会持续扩大 最快明天礼拜三的深夜 就暴风圈会接触到台湾的陆地了 明天深夜到礼拜四全台湾 都会陆续拢在这个暴风圈里头 台风中心呢目前看起来气象署说 从东半部花莲以南 到恒春半岛之间会来登陆 首波警戒区也出炉了 包括了蓝宇绿岛是首当其冲的 那另外一张图来看到 气象署特别发布了这张图 提醒所有的朋友 康瑞台风它的七级暴风圈半径 是有280公里 而且强度持续增强 暴风圈持续扩大 明天暴风圈极有可能 就会来到了300公里 可能会成为今年最大暴风圈的台风了 同时很有机会会发展成为强台 影响台湾时间一看就很明显 从明天的深夜到礼拜五 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 全民都在关注台风假的问题 气象署今天晚间 9点会增加一次最新的预报 会不会延后宣布 到底要不要上班上课呢 台北市表示按照惯率 等一会8点钟就会来宣布了 明天到底有没有放台风假 各县市宣布时间最晚 不会超过晚间10点 就会来宣布了 好锁定中天 就会有最新的台风讯息 记得一定要帮我们按赞了 好锁定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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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中国海资网人 ——肯定中天 都会被闪止了 好锁定中天 不会上不锁定中天 好锁定中天 好锁定中天 我们下锁定中天 好锁定中天 小锁定中天